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中,有四个迹象表明一个人越活越年轻。 最近我看了很多读者的留言,发现很多女生对年龄都特别敏感。 很多人都说我今年26岁了,感觉自己快要奔三了。 有人说,25岁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。 有的人找到了自己的真爱,早早的结婚生子,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 有些人在职场上一路高歌猛进,勇往直前,有些人还没找到人生的方向,在迷茫与挫折中孤独前行。 无论你是哪一类人,无论你多大年纪,都要相信,未来的你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和新的风景。 要有勇气,要不负众望,不要让自己失望。 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感叹,长大真的好难过,再也不能无忧无虑,随心所欲,愿得循规蹈矩,小心翼翼。 可是在我看来,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,已经从少女的青涩中退去,变得成熟而果决。 只有这样,你才能正视自己的生活和理想,才能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,应该怎么过。 她认识了一位学姐,华子。 在父母的安排下,安安稳稳地进了一家银行。 可是到了27岁的时候,她却突然下定了决心,要出国深造。 身边的亲朋好友,都在劝她不要乱来。 但她还是坚持去了,回国后,她开了一家世界500强企业,靠着自己的努力。 一年的工资翻了几十倍。 她说,真的很感谢那个一往无钱,无所畏惧的自己。 贾平蛙在《逍遥独行》中曾说过,一个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,坚持做她喜欢做的事。 只有这样,才能说自己此生不需此行。 就像中国第一名女实习建长为慧晓一样,有着传奇般的人生。 23岁,在华为工作,27岁的时候获得了环球洲际小姐的第一名,成为中山大学的研究生。 28岁的时候,她去了西藏,后来又去了中山大学。 34岁的时候,她放弃了100万的年薪,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加入海军,成为了海军的一员。 人生从来都不会太晚,只有勇敢地开始。 自信,经济独立,个性自由。 前段时间,我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问题,作为三十家的过来人,你有没有什么血泪经历? 想要给二十多岁的女生们点个赞。 打主和丈夫是大学同学,毕业两年后回到家乡结婚生子,丈夫提议让她在家里照顾孩子。 十年过去了。 后来,她渐渐不耐烦了,挑起了她做的饭菜,对她呼来喝去,觉得她越来越没用了。 忍无可忍,提出离婚,丈夫轻描淡写地说,你一个三十六岁的家庭主妇,还没出去上班。 没有人想让你心碎,也没有人想让你这么残忍,对女人来说,赚钱才是最安全的。 就像欢乐送礼的安迪一样,她从华尔街回来,开着豪车,穿着名牌,成为了无数女人心目中的偶像。 经济上从不依赖任何人,感情方面宁缺无烂,一旦失恋,心情不好,立刻飞出国。 住在岛上最好的酒店,放松一下心情。 非常喜欢王尔德的一句话,年轻时,我曾以为金钱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,现在年纪大了,才知道这是真的。 真正成熟的女人都会明白,哪怕婚姻美满,手里不缺钱,哪怕嫁了个有钱的老公,也要有独立的工作和经济来源。 这不仅带来了钱,还带来了独立的人格和自信,还带来了经济上的独立。 她不需要给努力赚钱的丈夫买奢侈品,也不需要给家里添置东西,也不需要看岳父岳母的脸色。 更不会因为一场垃圾婚姻,就放弃自己的人生,这才是女人的根本。 心态平和,心智坚定。 前几天,她和闺蜜小元聊了几句,小元28岁生日刚过完。 老实说,她最近一直心神不明,年纪也不小了,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。 家里一直催着她回家找份稳定的工作,结婚生子。 不过,她还想再试一试,这让她有些头疼。 不只是小云,她身边的女人也不少,毕竟女人一生都有面对太多的问题。 二十出头就开始考虑结婚,远嫁,回乡找份稳定的工作,远走她乡追寻梦想。 结婚之后,要不要立刻要孩子,要不要在生完孩子之后选择事业还是回到家庭? 要怎么平衡家庭和工作? 要不要生第二个孩子? 每一个选择,都像是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,看着命运的安排,很多女人都很难做出决定。 一步错,一步错,一步错。 其实我想说的是,千百条路都没走过,谁知道哪条路才是对的。 既然如此,我为什么要听从自己的内心? 上个月,刚刚过完四十三岁生日的马亦里发了一篇长文,上面写道,二十多岁的她。 只想控制自己手中的一切,追求永恒。 因为未来的不确定和烦恼,错过了一些美好的东西。 四十多岁的时候,她终于明白,世间知识,没有永恒不变的,只有眼前的时间。 她说得对,聪明的女人不因为年纪大而委屈自己,也不会被大众的观念所左右。 她从来不羡慕别人,不依赖别人,只会不慌不忙,默默地活着。 时光荏苒,岁月一老,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,与其苦苦挽留,还不如坦然接受。 爱我所爱,做我想做的事,尽情享受此刻的每一秒,每个人都是命中注定的。 只要你耐心地等待,脚踏实地的生活,总有一天,你会看到你的光芒。 好的姿态,让人高兴,也让自己高兴。 有人曾这样形容世间情爱,世间只有白死梅子汤。 碎冰撞墙,叮咚响是间故事,不过三九黑瓦黄连线唐心若苦言。 于是,桌上的女人找了半辈子,却始终无法摆脱爱情。 年轻的时候觉得,爱一个人就应该付出一切,哪怕是飞蛾扑火。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她才发现,还是山盟是靠不住的。 正如那句话所说,本以为你会为我遮风挡雨,却没想到,半生的风风雨雨都是你带来的。 终于明白了,只有你自己才能让一个男人对你忠心耿耿。 女人一生中能遇到几个,爱过自己的人和其爱过的人并不多。 遇见真正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 就像曾经的马伊丽一样,她经历过职业生涯的低谷,也经历过人生最黑暗的时刻,但每一次,她都会在失败和困难中,不断地提升自己。 不管她现在是谁的妻子,不管是谁的母亲,不管是不是离了婚,她都是那么的耀眼,那么的喜欢她。 白玉兰颁奖典礼上有一句话,女人活着不是为了取悦别人,而是为了取悦自己。 总之,人的前半生只有一次机会,勇敢地去爱,去奋斗,去犯错。 但是,你要记住,你要成长起来。 王尔德曾经说过,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端,只有善于经营自己的女人,才能得到岁月的温柔。 在时间的流逝中,绽放出了最美丽的花朵。 女人老了不可怕,可怕的是老了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。 所以,我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扔掉年少时的幼稚天真,一路拾起成熟与坚韧。 时时刻刻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坚持着理想。 如果你现在感到迷茫,或者感到疲倦和痛苦,那么恭喜你,你正在往上爬,请相信。 在你的余生中,我们会变得更加顺利,更加美好。 最后,我希望我们在四十岁,五十岁,六十岁的时候还能笑一笑。 岁月无情又如何,我从未忘记岁月的流逝。 今天分享到此结束。 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,并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,希望您可以点赞或留言,表达您的真实感受,并分享给身边的人。